12月12号在北京某个摄影棚当中 我们看到了刚刚荣获殿堂级时尚先生荣耀的模特胡斌 寒冷的冬天胡斌却半裸上身 为某知名品牌服饰在拍摄新的广告片 看到为新广告片摆出各种post的胡斌 依然保有精神的样子 但其实这已经是他拍摄的第16套衣服了 累了一天的胡斌非但没有懈怠 反而告诉我们他在完成摄影老师给出的考试卷 刚才你们看见吗 有一套衣服是让我要露上半身的 这个东西是让我最费劲的 因为你穿着衣服表现比较好表现 你脱着衣服嘛 坐着坐着就觉得自己坐着 就觉得我不能再这样发展 再这样发展要重新归零重新来 要不然的话越做越做越做 然后就坐到死胡同里去 到底是体现衣服呢 还是体现我呢 还是就是想不明白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得停下来 去抽抽烟喝喝咖啡 然后让自己冷静一下 可能当时也是怪那个音乐停了吧 有一段时间音乐停了 灵感不见了 对对对 胡斌现在已经成立了自己的团队 开始为自己的事业继续打拼着 他坦言就算自己当老板也会亲力亲为 像修照片这种工作 自己也要亲自出马 我们团队的人都还是相对有什么困难 直接说 比如说有修图困难的时候 我自己修 我觉得在做主编做了两年 我觉得修图的本领也强了很多 对颜色的感觉 本身小时候就对颜色的感觉特别好 再加上我又在纽约和在东京 所以说对颜色的感觉就特别的好一些吧